木雕师胡银路是受封箱的阿美族人 96年成立了卡召马耀木雕文化工作室 致力于原住民木雕记忆创作和文化传承的志业 花林县文化局109年第一季 特别在石雕博物馆举办 还原真相胡银路原民木雕创作展的活动 期望藉由展出让民众能够深度的认识这位 总是笑容可举充满热情 而发扬原住民传统精神不予一利的木雕家 73岁的胡银路老当义壮 原本从事建筑业的他因缘继绘走入雕刻创作领域 他一刀一脚所刻画出的作品 不仅是技能的艺术呈现 也表现出真善美的艺术真谛 胡银路他无师自通 不事先打草稿 而且粗犷有韵味的雕刻手艺 更是令人嘖嘖称奇 持续创作了数十年 他满怀着文化传承使命 作品也传达了原住民祖先的情分 和生活在大自然中付出的努力 原住民木雕大师卡道玛耀老师 也就是胡银路老师 他本身是我们花园县寿风乡的阿美族人 他比较晚 据老师说大概六十几岁才开始学习木雕 一直到现在 已经位为大师级的木雕 大师级的人物了 这次的展览 有老师这么多年来的精华的作品 很多都是融会了我们阿美族 他生活上的摆态 有猎人出去打猎 也有这个妇女在塞米 或者在操持家务都非常的生灵活现 那更感谢就是胡老师 他这一路走来 都是对这个木雕不放弃 虽然碰到很多很多的艰苦的考验 还是一路执着的走下来 他更把自己的心路历程传承给他的学生 希望我们对原住民的目标 将来能够在花莲这块土地上发生跟发扬 辉路从了解木头 认识木头进而创作出每一块木头的生命价值 不仅高超记忆呈现 也赋予作品故事尽 隐含着部落文化意义 老师在他的创作过程当中 续绕很多很多创作的瓶颈 他年轻的时候的作品相对就是 比较粗糙一点 比较他的象征生命力 比较没有那么的圆润 那经过这么多年来的这个磨练 我发现老师的作品当中 那个粗犷浑厚的原住民的生命力 还是存在的 但是细致的方面 生命力在这个细微的部分 表现得更加优维 表现更加的精美 所以我觉得老师的作品 是比他年轻的时候 是更加的更加的精美 这个档期的展览主题包括有 部落祭食 勇士狩猎 庆典祭祀 人物血身 狩猎生态 木雕讲座设计等有30件 展期只有到3月29号 也欢迎民众前往石雕博物馆 来参观欣赏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